女孩躲在床下玩捉迷藏 却意外看到父亲被两个歹徒伤害 看着父亲倒在地上 女孩却不能出声 直到父亲的尸体被拖走 就在小淑西稍微放松警惕时 一名歹徒却突然折返 看着在眼前晃动的血垂 他屏住了呼吸 淑西发现 杀害爸爸的凶手竟是爸爸的朋友 但他此刻做不了任何反抗 随后他便被卖到了妓院 就在嫖客老头要动手时 一个头戴鸭舌帽的大叔闯入 将老头扑倒制服 然而就在此时 身后的小淑西竟开枪拦下了赶来的保镖 自此之后 淑西便跟着大叔一起生活 让大叔训练他的身手 这天淑西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杀父仇人 眼看就要得手 不料对方早已步行陷阱 淑西就此被抓 可男人却告诉淑西 当年杀害他父亲的不止他一人 就在他准备了结淑西时 大叔及时赶到营救 他利落的身手很快就解决了周围的小弟 然而当他持枪与男人对峙时 双方却都迟疑了 由于片刻后 双方都扣动了扳机 但子弹都只是擦过了脸颊 因为当年杀害淑西父亲的另一个凶手 就是大叔 自此之后 淑西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后 二人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相互承诺 要过平凡人的生活 淑西也无比享受着这一刻的幸福生活 然而生活总是不顺意的 就在两人去首尔甜蜜度假时 大叔突然接到电话离开了 之后淑西再见到大叔时 看到的却是一具已经面目全非的尸体 小弟告诉他 大叔找到了他的另一个杀父仇人 却在收网时不幸遇难 淑西一怒之下 孤身闯入了敌人的老巢 女孩为了给丈夫报仇 孤身闯入敌人老巢 凭借矫健敏捷的身手 血洗了整层楼 最后在离开时被警车围堵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躺在了一张病床上 他强撑着站起身 但很快就被排气口散出的迷药迷晕 随后便被推进了手术室 这天 淑西在吃饭时 头上的排气口再次散出迷药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淑西直接顺势倒下 随后带那些戴着面罩的人走进时 他找准机会打翻两人快速逃离 淑西跑进了一间练武房 可奇怪的是 里面的人都毫无反应 就像没看见他似的 紧接着他冲进厨房 却又被里面的人无情嘲笑 这时那些医生也追了上来 淑西抄起桌上的一把刀 挟持了一名人质 随后他又来到一间化妆间 他大声质问里面的人出口在哪 这时一个短发女人主动站起身 说他知道糊口 但条件是带上他一起逃走 将信将疑的淑西跟着女人走进密道 一路来到楼顶 女人说想活下去就得从这儿跳出去 说罢便直接跳了下去 眼看身后的追兵就要来到了 淑西顾不上多想 甩开人质也跳了下去 然而下面的女人却趁机朝他开枪 其实淑西的一切行动 都暴露在监控室的显示屏上 受伤的淑西也再次被捕 随后她被带到了审讯室 而坐在她面前的 就是刚刚那个短发女人 原来是情报局看中了淑西的身手 想要她加入 可刚刚失去丈夫的淑西心如死灰 果断拒绝了 只见全部长拿出了一张照片 并承诺情报局会为她提供生活保障 但条件是出去后要为情报局卖命十年 之后便可重获自由 为了自己与大叔的孩子 淑西只能答应 自此之后 淑西便开始接受各种训练 有为了执行任务时 伪装身份的职业技能培训 还有格斗技能训练 跟着大叔摸爬滚打多年 这些对于淑西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在此期间 淑西的孩子诞生了 女儿也成了淑西坚持下去的动力 通过层层测试后 淑西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实战 只要任务成功 淑西就能带着女儿离开基地生活 看着可爱的女儿淑西果断答应了 这天夜里淑西孤身闯进豪宅 在一番激烈的打多后 淑西率先将刀子扎进了对方的身体 成功完成任务后 淑西获得了离开基地独自生活的特权 全部长野兑现之前的承诺 给他安排了新身份和新家 搬新家这天 淑西遇到了一个帅气的新邻居 出于职业习惯 淑西保持很高的警惕性 可对方却十分的热情体贴 会在淑西母子赶不上公交时 故意帮忙拖延时间 会在超市制造偶遇 会在下雨的时候 早早地拿伞在公交站等候 这无微不至的关系 让淑西的内心有些波动 但他还无法放松对男人的警惕 于是他打电话给全部长 让他帮忙调查此人 在听到全部长的肯定后 淑西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自此之后 两人的关系也发展迅速 这天夜里 淑西与基地里的小姐妹一起执行任务 她找到机会顺走男人的手机 然后借口出去上厕所 窃取里面的信息 不料在回去时 发现小姐妹已经被挟持 淑西假意交出备份 实则趁机拔刀 双方很快展开厮杀 淑西凭借矫剑的伸手 很快便放倒了几人 就在二人准备离开时 一个没死透的男人突然冲过来 小姐妹为淑西挡下一刀 愤怒的淑西快速干掉男人 然后带着奄奄一息的小姐妹赶回车里 可伤势过重的小姐妹最终还是牺牲了 小姐妹的离去对淑西的打击非常大 她将自己关在浴室里淋水 好在有闲珠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她担心万一有一天自己发生意外 女儿无人照顾 于是便答应了闲珠的表白 并向组织申请了结婚 然而就在结婚当天 淑西再一次接到组织的任务 女人打开马桶的水箱盖 取出里面的锡纸包裹 戴上耳机 熟练地组装好武器 站上凳子 枪口对准通风口 整套动作一气合成 耳机里很快传来目标信息 熟细调整枪口瞄准目标 然而当看到目标的侧脸时 从未失手的熟细这一枪却打歪了 当她再次开枪击倒目标身前的保镖时 那张熟细的面旁 让诧异的熟细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目标在小弟的掩护下撤退 这时广播里也传来喊新娘上场的声音 熟细只能先收起枪支 继续回去参加婚礼 可熟细的眼里却充满了泪水 因为刚刚那个男人就是他死去的前夫 虽然诧异 可熟细并没有交停婚礼 婚礼结束后 大叔也赶到酒店调查 他根据枪击的方位和酒店监控 很快便锁定了一个女人 虽然熟细已经改变了容貌 可那双眼睛给他的感觉实在是太熟细了 于是当晚他便找到了落单的熟细 他来此本是打算解决熟细的 可当他听到熟细说 听到这番话 大叔便转世离开了 几天后 熟细收到了一束花 里面还夹杂着一张U盘 随后他避开监控 来到一家网吧 打开文件 听到的却是 贤猪与全部长的通话录音 听到这里的熟细有些崩溃 自己想交付真心的人却都是假的 于是他果断将有人要刺杀的消息 透露给大叔 毫无疑问 前去刺杀的同事刚一到达就被扶了 因为泄露机密 总部立即逮捕了熟细 可在驾车转移时 熟细再次被赶来的大叔救下 随后他准备回去接女儿 可刚跑到楼下 亲眼看着贤猪和女儿坠楼 熟细抱着女儿的尸体崩溃大哭 随后 已经失去理智的熟细冲回基地 要为女儿报仇 可全部长却给他看了一段视频 贤猪抱着女儿回家 被早就埋伏好的大叔的人手挟持 即便贤猪告诉对方 女孩是大叔的孩子 可对方依旧要痛下杀手 贤猪奋力抵抗 却被对方打晕 最后他们在熟细的家里撞上炸弹 等到熟细跑到楼下时 再按下引爆器 而醒来的贤猪却拼尽全力 抱着女儿跳出了窗外 看到这一幕 让本几乎崩溃的熟细彻底发疯 他大叫住用手枪打碎屏幕 他无法接受短短几个小时里的多次反转 最后全部长又交给了熟细一段录音 是贤猪对全部长的请求 虽然这段婚姻是一个监视熟细的任务 但他却希望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因为他早已真正地爱上了熟细 最后熟细找到大叔的老巢 直接驾车从楼顶冲了进去 双方很快就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熟细手持一把冲锋枪 将对方的小弟悉数打倒 他一路杀到楼上 大叔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熟细含泪问大叔到底有没有爱过他 他不明白 自己深爱过的男人为何要这样对他 大叔回他爱过 而我就是这样对你也没有关系 因为是我一手培养的你 其实当初在与熟细结婚后 他本想与熟细一起过平凡的生活 可当他听到熟细说还有一个仇人没死 大叔此刻最后的侥幸心里落空了 他害怕女主知道自己就是凶手 于是跟小弟演了一出假死 可没想到命运让二人再次相见 随后熟细放下手枪 从腰间拿出两把剑刀 两人从屋内一路打到墙外 最后坠落到楼下的车上 由于惊动了警察 小弟们带着大叔准备逃跑 熟细也立即追了下去 不料却被驶来的车子撞到 看到熟细被撞 车门前的大叔犹豫一下 最后他还是上车离开了 随后熟细抢了一辆车 砸掉前挡风玻璃 然后用矿泉水瓶抵住油门 紧接着他爬到车外 一手拿着斧子固定 一手控制方向盘 静止朝大叔的车子追去 随后找准机会跳进公交车 熟细利用车内的空间结构 将车上的小弟逐一击杀 之后便是与大叔之间的终极对决 在两人的打斗中 大叔有几次机会干掉熟细 可他最后都收住了手上的动作 公交撞到路上的车辆 最后发生撞击侧翻 熟细缓缓起身 走到大叔面前举起斧子 可大叔却没有躲避 而熟细举起的斧头迟迟也砍不下去 即使知道自己被利用被欺骗 但在深爱的男人面前 他沾满鲜血的双手颤抖了 这时大叔却开口让熟细杀了他 说罢便转过头 吹起了那熟细的口哨 最终熟细还是含泪披下了斧头 大叔知道如果他真的动手杀了熟细 以后的自己只能活在痛苦里 所以他选择求死 这样的结果从他爱上熟细的时候就注定了 斧头落下的一刻 逝去的是两个灵魂 稍等 以后 跟ç总文字幕之所以 做成没有